活动资讯来看到已经停办了三年的新北市中和泼水节活动 今年要复办了 但是呢因为南部水情吃紧哦 再加上这疫情还没有全部消散 活动呢改以玉佛礼 主舞台 舞蹈歌唱表演 还有免费料理 来庆贺东南亚新年 中和泼水节将在4月16号与华信街封街举办 因应南部水情吃紧 加上疫情还未全部消散 活动取消大型泼水庆祝 改以玉佛礼传达对宗教的敬意与节日的清贺 它象征就是说除旧不新 跟我们新年 我们也寄望说今年以这个活动 把过去几年来大家受疫情的困扰 压抑很久的情绪 透过这个新年泼水节减缓大家的压力 其中摆了一个金塔跟八尊 代表不同生肖的佛像 我们会在旁边放一个托波 然后放一个树叶 然后水 少量的水 那民众只要拿起树叶 往佛的身上表达自己的敬意就可以了 活动从早上九点开始 就有高僧绕镜送金祈福 从中午十一点到下午四点 还有东南亚传统舞蹈表演 及缅甸新声带歌星现场演唱 以及多样东南亚料理供民众免费享用 当天也有很多民众 包括社团有供养 其中有供养包括汤圆 那个地瓜西米露 焦糖西米露 还有这个炒米粉 炒河粉 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应径泼水节 特别的叫泼水玛局 我们那边叫泼水粑粑 这些都会分不同时段来供应 那个给来参与的民众 邀请民众4月16号来华星街 感受异国风情 共同欢度东南亚新年